為了讓法律條文與知識 能夠從小扎根 彰化縣政府以及地院地檢等 法界團體共同合作 未來將與彰化縣內的各鄉鎮國小 擴大推動校園法治生根教育 希望透過七十幾場的巡迴講席 讓學童能夠從小就知法懂法 所以我們今天呢 很感謝我們司法界的長官 還有我們律師界的先進 能夠針對我們法治教育的落實 給我們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幫忙 很多的指導 記者會上許多學校校長 律師 以及彰化地院地檢都共同出席參與 並邀請大家一起投入法治教育 共同建置一個人人守法 充滿溫馨的法治社會 政府的法治是特別的重視 國中小學生的法治教育 我剛剛在樓上有跟現場說 現場你們做這件事是在極功德 很高興在外協助 我們結合地檢署 結合在外協律師公會 還有各學校來做這個 法治教育的生根計畫 現場主播員也強調 法律是保護瞭解法條的人 希望藉由生根法律教育的系列活動 能夠推廣所有民眾 積極來認識法律 法律是保護懂得法律的人 我們希望彰化年輕的一代 在年輕的時候 在幼小的時候 在學校的階段 就能夠有普遍的法律常識的陶冶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活動呢 能夠深入基層 讓我們彰化的每一位 縣民都能夠成為 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彰化縣長主播員 與台中高分院院長洪文章 共同將生根彰化法治教育八個字 張貼在地圖上 並期許彰化縣在不久的未來 法治教育不但生根校園 也深入在每個家庭中 借俊宣 張貨縣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